国际上的最新消息则是菲律宾的国会正式宣布总统大选结果 由已故的独裁领袖之子小马可氏 以将近60%的得票率顺利的当选了菲律宾的第17任总统 不过引发部分民众不满 上街抗议跟警方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画面中看到是镇报警察以水炮来攻击 和这个抗议人士拉扯推挤 现场是一片混乱 主因就是菲律宾的新总统出炉了 小马可氏他是狭带着独裁父亲的光环 以及地方政治的势力 再加上网路洗白的竞选手法是赢得了胜选 而他将在6月底正式宣誓就职 6年的总统任期将会领导国会多数党 不过他未来会如何领导菲律宾依旧是不明朗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